英国纪录片播出实验室泄露说令人信服的证据 贺锦丽新加坡狠批中共 战狼回怼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24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有关新冠病毒的起源至今仍众说纷纭 中共则屡次批评病毒从武汉实验室艺术的说法是阴谋论 日前 英国第四电视台播出纪录片 新冠病毒是否从中国实验室艺术 公布了采访数据分析师和科学家的调查结果 并以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病毒从实验室艺术的假说 中共中英大使馆则跳脚抗议 综合外媒报道 英国第四电视台日前播出纪录片 新冠病毒是否从中国实验室艺术 内容记录一群科学家分别对新冠病毒起源展开调查 他们运用公开的基因资料库及网络追查病毒起源 揭露武汉实验室并未公开的资讯 有不少研究认为 目前没有证据可证实病毒是人为操控的 但科学家告诉纪录片制作人 根据现有证据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纪录片采访的科学家还发现 武汉团队在2013年就一直在研究一种病毒 这种病毒是有史以来被发现与新冠病毒最接近的病毒 当时在中国云南的某矿坑中 就曾发现马提福曾带有这种病毒 更导致三人死亡 科学家认为 这种病毒可能后来在实验室中经过基因改造 并传染给实验室人员 该纪录片也批评中共近几年来从事的增加基因功能性研究 例如对病毒进行基因改造 使其更具毒性或传染力更强 澳洲弗林德斯大学内非密学主任彼得·罗夫斯基 形容基因功能性研究是创造出你害怕的怪物的地方 他指出 他已确定新冠病毒被合成 以用于感染人类 彼得·罗夫斯基与研究团队利用计算机模型 来测试病毒与哪种物种的结合最紧密 结果发现是人类 他认为病毒在一散前应该已经在人体细胞 或人元化小鼠身上生长 并经过多代进化以确认能感染人类 彼得·罗夫斯基强调 新冠病毒最初在尚未变异前 就迅速在世界各地传染 是非常不寻常的现象 当第一个病例出现时 病毒早已完全适应人类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快速传播 因为病毒不需要适应 记录片播出后 中共驻英使馆便发表声明 痛批内容扭曲事实 表示中方早已提出多项证据 证实病毒非人为 要求英国第四电视台因公正报道 8月24日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在新加坡发布了重要的外交演讲 她严厉地谴责了中共在印太地区的行为 贺锦丽表示 美国支持印太盟友维护主权 对抗中共在当地的胁迫与恐吓 这是拜登政府对抗中共全球影响力 同时巩固美国支持盟友的承诺 北京24日指责美国为了巩固其霸权玩弄法律 以回应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在新加坡批北京恐吓南海国家 贺锦丽说 美国会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 面对中共的威胁 她说 北京的行动在持续地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并威胁到各国的主权 北京继续在胁迫 恐吓 并对南海的绝大部分地区提出主权声索 贺锦丽说 东南亚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事关重要 维持与新加坡 东南亚和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 是美国的重重之重 而美军也正准备结束长达20年的阿富汗任务 将重心转向遏止中共的印太野心 新加坡是美国在该地区重要的安全伙伴之一 有着深厚的贸易关系 新加坡也是东南亚最大港口的所在地 她说 美国将与我们的盟友 和我们在东南亚的伙伴团结一致 捍卫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 而且这符合我们的重大利益 8月23日 贺锦丽在新加坡张仪海军基地 对美军战斗舰上的水兵说 21世纪的历史有很大一部分将写在这个地区 并称他们保卫这个地区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贺锦丽办公室宣布 这次会议达成的一些协议 实在打击网络威胁 应对气候变化 解决新冠病毒大流行和缓解供应链问题 在周二的演讲后 贺锦丽将就供应链问题 与商界领袖进行圆桌会议 然后前往越南 她将在25日与越南的高级官员会面 拜登政府打击中共的决心 显示在他加强了对印太地区的外交上 此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副国务卿谢尔曼 都频繁访问了该地区的多个美国盟友国 国务卿布林肯被约出 也与东南亚各国官员进行了多次在线会谈 同一天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利用阿富汗 反驳贺锦丽说 为了维护美国第一 美国可以任意的抹黑 打压 胁迫 霸凌其他国家 汪文斌还称 美方总试图拿秩序规则 为自己的自私自利和霸凌霸道行进辩护 但是现在又有几个人会相信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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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